星期二 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继续降雨 这场有史以来 巴基斯坦最严重的洪灾已经导致至少1400人死亡 道路上洪水泛滥 桥梁被冲垮 公共设施被破坏 妨碍了救援工作 联合国说超过300万民众受到洪水的影响 一些幸存者对政府的救灾反应表示不满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 当地急需食品和安全饮用水 可能爆发疫情也是一个主要问题